今天还是一个开箱视频 然后顺便聊一下浮漂的 一些事情 我刚刚从网上买了两只新的浮漂 两种浮漂的形态都是短角细长身 然后长尾 这只浮漂呢要浮力要大一点 因为它浮漂的体积更大 这只要细一点 然后漂尾有一点不一样 这只它的漂尾是有1,2,3,3格 色块是加粗的 体积更大 然后这一只呢 细的这一只 它的漂尾是细的很细 嗯 它的材质 飘升的材质是PMI 这是一种发泡的塑料 然后优点呢 便宜 然后耐用 即便是它破了 然后裂开了一道口子 然后它进水以后 也不会影响它的水 因为它 飘升里面的结构是 无数块封闭的 嗯 小气泡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 短脚细长生 然后长胃的飘飘 嗯 我认为 这是 这这种飘行是 目前最适合在野外 要抵成鱼的 因为它的 抛入水中以后 刚开始 都是浮在水面上 这样 讲一下 这是水面 最先 最刚开始 都是浮在上面 然后 翻身 站起来 然后慢慢的往下折 然后 到达底部的时候 会停下来 当 有信号的时候 鱼尺 有信号的时候 它会翻一下上面 那它跟其他的飘有什么 一样的地方 我拿 这一只 来做一个对比 它们两个的 形态的对比 上面呢 刚买的这一只 是短脚 上面的这一只 是长脚 上面的这一只 是长脚 然后飘身的形态 它是西藏身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我们叫 枣核 就是像 一个 菱形的一个对层 飘尾 所以 明显的是 这一只 它的飘尾更长 那它们在 露水的过程中 有什么不一样的 同样是 抛入水中以后 它们都会浮在水面上 然后 它们翻身站立的时间 速度是不一样的 最先翻身站立的是 这只 细长身 短脚的飘 它先立起来 然后 慢慢往下走 这一只 辅飘 要晚一点 要慢一点 翻身的时间 更慢一点 慢慢一点 然后 下沉的 下沉的速度 也不一样 细长身的飘 下沉速度更快 更快 这只飘 因为它 浮飘 更粗 在水中的阻力更大 它下沉的速度 是更慢的 然后 因为它飘尾的长度不一样 那么 它们 我们一般把 翻身站立以后 当 最下面 整个飘身 过入水中 就是这个样子 从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 读取 浮飘的信号 那在浮飘下沉 飘尾下沉 这个过程中 并且 让下面的 连接的 鱼钩 到达水底的时间 来讲 那么 细长身 短尾的飘 它更快的到达水底 然后 长尾的飘 再加上 因为它飘身的原因 它下沉缓慢的原因 那么它 到达指定位置的时间 要更长一点 这 这 这两种区皮 呃 在野掉的时候 当然是 西长身 短角 短尾的飘 更深 因为它翻身的时间更快 下沉的时间更快 到位的时间更快 那么就可以让我们的鱼儿 在水中 呃 被小鱼抢夺的机会更少 能更快的去到达我们指定的水底 如果 水底有我们的目标鱼 比如鱼和鲫鱼 那 可以更快的把鱼儿送到它们的面前 那它的缺点就是 鱼儿在水中 搜索的时间更短 那么就 嗯 这样会减少 水 中层 中上层鱼 嗯 去 吃到鱼儿的 机会 这种浮漂是 中国大陆这边 大概在 九十年代末 或者两千年以后 出现的一种飘形 谁发明的这个已经很难考证了 嗯 但这这种飘形的飘在竞技比赛的时候 在池 池塘里面钓鱼的时候 非常管理 嗯 池塘里面的鱼 尤其是养殖的鲫鱼和鲫鱼 它有时候会离开水底 到达水的中层 甚至是中上层 来吃食 那么我们就需要钓手在 让鱼儿 在下摆的时间 更长 搜索的面积更大 搜索的区域更大 搜索的区域更大 然后去搜索这个鱼到底是在中层 还是下层 还是或者是在上层 嗯 但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果这个钓鱼的环境中有很多小鱼 那基本上你鱼儿是很难完整的到达水底 那你在钓比如像鲫鱼和鲤鱼这种底层鱼的时候 就能办法办 包括前天 昨天还是前天 然后有一位朋友问我遇到这种小鱼 特别多的情况怎么办 我就会让它其中一种办法就是换这种飘型的飘 而且希望它换浮飘浮力更大的这种飘型 短脚细长身转尾的浮飘 因为再加上你使用了千缀的重量更大的话 它下层的速度会更快 嗯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浮飘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形态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形态 上面的都是 其长生 这只是钓鲤鱼的 在池塘里钓鲤鱼的 然后这一只是灭尸PMI制作的 这个如果在小鱼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在野外钓鲤鱼里都合适 因为它的飘 飘声稍微更长一点 然后在水中的稳定性会更好一点 这种浮飘 它的飘型 还有一点跟我刚刚讲的这一只不一样 这一只是 几乎是上下对称的 对称的 然后这一只呢 明显的它的上部分要宽一点 这两只飘如果它们的浮力 相等的情况下 这这种飘型的 这种飘声的浮飘 它下沉的速度会更慢 因为我现在经过很多年的这种筛选 已经淘汰了很多 就是很weird的 很稀奇古怪的一些飘的行动 基本上留下来的就是这两种 短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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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长身 短尾 这个 非常 这种飘 非常适合在 野外情况下 钓底层的鱼 给予鲤鱼 然后 有时候会有像草鱼 也可能 也可能会钓到 然后 这种飘型的 包括这种用芦苇 这一只用孔雀鱼毛 然后这一只是PMI 这三种 长脚 早和声 或者叫短声 长尾 促销 我们 两种情况下我会用 一种是 小于比较多 小于比较少的情况下 那它可以增加我 搜索 中层 中下层 底层鱼的 机会 还有就是 风比较大 浪比较大的时候 我会用这种 尤其是像 这一只 它的浮力比较大 那我 相与之匹配的 千罪的重量就会比较大 那么它在 大风大浪的情况下 稳定性会比较好 这种飘如果在起风起浪的情况下 它会 左右的摆动 晃动 那么 这种飘行的 在大风大浪的时候 稳定性就会好一点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愿意 你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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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